有無數這些新公司是等著嘗試的 當中你不是說要你去選哪一隻跑贏 但是你整個大環境看就是 越來越多我們叫做大浪屠沙 就是你有很多新的供應 那麼你去當中選一些好東西 其實不是很難的 因為當中總會有一些特別的概念給你去選擇 而且就是到時候那個市場的機制會更加成熟 因為以前A股上市坦白說 A股的新股是好過港股新股 因為A股新股真的沒什麼跌過 因為上市的供應少 你每一間其實吃到那個市場的資金都不是很多 但是接下來註冊之後 可能有些新股上市升有些新股上市跌 但是不要緊因為等個市場去決定 到底哪些公司是有投資價值的 所以對於整個市場一定是好事來的 好了到時候你可能會說 現在A股2600多間公司 到時候可能下年年底你再看回 可能已經變了5000間了 到時候你去買個股 坦白說其實選股上是難了 因為大丹不是全職去研究股票 那我本人就覺得 其實這個也是ETF一個很好的特性 因為你去買一籃子股票 譬如尤其是這些波動高的板塊的時候 你等個市場去幫你決定哪些是值得 擁有更高的市值的 然後你買一籃子股票 你亦都可以避開一個個別公司的風險 當然了 行業上亦都分散了 譬如你買新興公司 你新興創業板 亦都不是單單是互聯網公司 亦都有新的工業的公司 譬如有些水利工程的公司 或者是一些媒體業的公司 那變成你的行業上都會分散了 所以呢 其實整個大概念這樣去買 都會是一個挺好的一個投資的方法來的 那當然譬如大家都不會想在近來 買中一些什麼券商股 那變成這個是大家可以留意的一個 3147 現在已經是香港ETF來講 應該是第六大成交額的一個ETF來的 上次短短半年的時間 那變成是發展得非常好的 另外呢 就是我們亦都是新推出的3129 其實有些投資者會問我 就是 我應該買 我應該怎樣買這些 譬如我講完一些我們推介的產品 那他們覺得好 但是他們 他們不知道怎樣買 不是說不知道在哪裏落單 當然是在要財落單買 但是 意思是他們不知道賣多少 或者是 找個坐多久 這些一定是投資者會有的問題 那 其實 其實ETF那個投資上 我想大家可以慢慢去 就是有一個資產配置的概念 其實剛才都有提過就是 你會希望你的投資組合裏面 有大部分都是比較穩定些的 然後看回你自己的風險承受程度 你買兩成三成甚至四成的資金 買在一些你非常看好的 可能波動性高一些的股票那裏 是不是 但你都當然 同時間你都希望一半 都最好是一些 你覺得非常穩陣的一些倉位 其實一般是 你當一半一半 一個最籠統的方法就是這樣 那 剛才所說的3147 就是屬於波動一點的 這隻3129 就是穩定一點那邊 當然啦 穩定一點那邊 我們除了這隻 我們當然有222 那222是一個A50的大盤的選擇 然後這個呢 3129呢 是護心300 但是是一個 潛在 怎麼說呢 一個 相信會是更加好的 護心300的一個ETF 那我不知道大家 投資者本身 自己的倉位裏面 有沒有護心300的相關產品呢 傳統上呢 其實那些指數呢 富士 中國A50 上證 是不是 和護心300 這三隻都是A股指數 恆生H股 作為一隻中國指數 都是 全部H股 那不是說 沒有什麼指數是AH都有的 那麼呢 我們 南方東英呢 就推出了一隻 我們跟內地的一個中正指數 即是CSI300那間指數公司 那我們跟他們呢 合作了一隻叫做護心300 精明指數的 那這隻指數呢 當然 跟我們的產品同時推出 即是3129 那這個指數裏面呢 有A股有H股的 大家有沒有用護港通買A股呢 接近沒有 有一位 有兩位 那麼多位朋友裏面 只有兩位買A股呢 那為甚麼 為甚麼不是A股呢 A股動得快些 我認為A股比較上 ет邊呢 A股你又不可以否認 走起上來就是A股走快一點 當然你可以說跌就跌先 但是昨天就跌 但是你看回過去兩個月 A股升很多 所以動力上A股是好很多 這是無用置疑的 從成交額看就知道 當然了 H股永遠都是受全球所有任何壞消息 都有機會影響H股 大家都知道 所以一直都跑輸 但是跑輸也帶出一個重點 就是現在很便宜 所以有時候會很猶豫 就是A股升一升 跌一跌一跌 動力上挺好 H股長期投資來講也很划 其實有沒有一些指數 可以同時擁有兩邊的好處呢 我希望我們推出這個 護身300精明指數可以做到這件事 其實它是基於一個護身300的指數欄本 護身300裡面300間公司 其實當中有60間公司 都是AH兩邊都有上次 在這60間公司 不要小看這60間 除了300 講來講是五分之一 但是 其實這60間公司 都是相對大的公司 所以它佔了這300間公司 其實佔了40幾個巴仙 差不多50%的市值 這50%的市值 就是AH兩邊都上市 如果我買護身300 如果大家是買現在市場上 任何一隻護身300的ET1的話 其實你在買一些貴一點的A股 因為現在A股 平均比H股 35%左右 最新的 我們拿一個恆生AH一價指數來做例子 是吧 昨天就應該收135左右 那就是說 A股平均貴35% 那為什麼我要買這麼貴的A呢 那麼我們護身300的證明指數呢 我們每個月呢 就會做那個支援的 那麼我們每個月會看回 A還是H哪些平均 我們就買平均那邊 那麼 其實不是經常轉的 那麼簡單來說就是 現在呢 我們大部分都會 在那60隻裡面呢 基本上我們有55隻 都是買H的 就是平均那邊 那麼 那麼 從一個中長線的投資的角度來看呢 你買A股的 是不是 就是護身300的藍本 但是呢 當中 AH那邊呢 我就會選平均那邊 那麼所以呢 長期來看呢 當這個AH股價 的價差收窄的時候呢 我們這個證明指數呢 是會跑贏傳統的護身300指數的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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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呢 有一些比較極端的例子 就是 譬如這些 中海集運啊 中國中野啊 這一些呢 A股的股價 差不多是H股的三倍 那麼 這些情況 你當然是覺得 沒有理由買A股了 那麼貴 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呢 他們 雖然股價差那麼多 但是他們派息 是派一樣的息 是不是 那麼 這些時候 你買A 那麼你的股息 率 來看 你不是很虧張 你會 你的股息率會低很多的 那麼 所以這個是大家去買 傳統的護身300的產品呢 相對可能沒有那麼好的地方來的 那麼這個是為什麼我們 南方東已經要推出這個護身300 證明指數的原因 那麼 OK 我們有個這樣的機制 每個月 switch一次 致換一次 那麼那個結果 是怎麼樣呢 大家看到這裡 紅色和藍色 兩個不同的線 紅色就是我們的證明版本 藍色就是傳統的版本 其實你看到紅色已經 已經持續考贏了藍色 就是說我們是這個證明指數呢 雖然這個產品是新的 但是指數本身呢 是由05年開始計價計到現在的 那麼假設由05年開始我們 如果我們繼續做這個指援呢 你見到就是中場線會有一個這樣的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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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護心300的產品 變成大家如果有護心300的持倉 我們都會非常鼓勵大家去考慮 一個3129去做一個持倉 所以我們南方東映除了2002 就有3147和3129 其實我們剛剛都再出了新產品 我們今年來講ETF發行箱裏面 我們是出得最多生產品的了 我希望明年都是 我也相信明年都會 因為我們致力要做香港市場上面的ETF發行箱的領袖者 變成我們接下來也會採取出更多的生產品 剛剛我們再出了一個生產品 但那一隻就不是很散戶的 但我也多說一點 那隻就是MSCI 它英文叫做China International A 即是中國A國際指數 甚麼叫中國大約國際呢 其實它是A股指數來的 它裏面373間公司全部都是A股 它就是接下來MSCI 因為MSCI最近加了ADR 大家知道 那其實明年也都會預期它們會加上A股 那未公佈了 但是很大機會了 然後它們加入的時候 它們要加的呢 就會是加入這個MSCI 中國A國際指數 那所以呢 這個對於很多機構投資者來說 它們本身如果有一個中國的倉位 是跟這個MSCI那邊的指數看齊的話 其實它們只需要再買我們這個ETM 就可以令到它們整個中國的持倉已經很完整了 那麼這個會是比較可能機構一點的產品 但是如果大家去看好這個MSCI會公佈這個消息的話 其實都可以留意 那隻我今天沒有準備 但是那隻的編號呢 就是3149 是的 那大家都可以上我們的網站去留意 那麼 我們有很多新產品 下年也會更加多 我都希望有無數來的一個seminar 或者其他機會可以見到大家 那麼如果大家想了解多些南方東英的資訊的話 其實我們有Facebook 我們有微信 是不是 我們網站 上面有很多我們產品的資訊 大家可以上去看 如果有什麼問題不明白的話 都可以打電話上來 在我們公司網站 可以看回我們的查詢 那個電話 可以打上來問我們都OK的 那麼這個有哪個QR Code是什麼呢 大家如果有用微信的話 可以數一數 這個就是我們微信的帳號來的 那麼 我們每天都會去發放一個 每一天一個A庫市場的一個小小的總結 希望大家多點了解中國A庫市場 那麼今天那個分享到這裡了 謝謝大家 問答問題 我們接下來要先來問答環 那麼我問Alvin一集 有位譚小姐 她就想問329和3188華校護身300 Carrie的公司有什麼分別 Carrie的公司 其實就好像剛才所說 公司來講是一樣的 唯一不同的就是我們會買平的那邊 看一班A還是H哪邊便便宜 就買平的那邊 這個機制其實很簡單的 但是剛才大家看到那個圖 長期是跑贏的 所以我都很老實地說 我們推出來是 就是大家如果本身有三八八的持倉 其實可以留意我們這隻 轉過來絕對 相信會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好啊 又是鍾先生 她就想問CSOB A50 和直接買賣A股應該怎麼比較呢 直接買A股就看看大家是不是選股了 你會不會去特別留意那些A股公司呢 譬如你買A股的時候 你會買一些本身有H股部分的那些公司 還是你會買一些 只是在A股市場上市的公司呢 譬如剛才可能大家 剛才大家都說 原來都不是太多人用戶廣東去買的 那我覺得就是 如果你本身有留意A股的 你有研究的 那當然是鼓勵你自己去買賣 你最有信心的那些公司 那但是本身 如果你是看好的是整個大市的話 那我覺得A50是一個很簡單 亦都直接 亦都非常之高流動性的一個選擇 是吧 因為現在222都是全香港市場 最換上成交的一個股票來的 那變成一個這麼簡單直接的選擇 那為什麼不買呢 其實簡單來說 那個分別就在這裡 那周先生呢 他就想問 未來三個月了 什麼時候是買222和3147的好時機呢 今天呢 今天買不到 之前都有人問 我 我自己呢 我自己 我現在這樣說 就是馬後炮 但是 上個星期其實我也有個商品 然後呢 有投資者問我 就是什麼時候買 那我說 不如讓他回一回先 然後原來 昨晚就回了 但是 但是 那是否禮拜一都會馬上有支持位呢 我不敢說 我覺得要先看清楚一點 還有呢 去到年底呢 很多外資就會收勞 但是A股呢 就沒有聖誕節的 那這個呢 是有少少吊詭的地方 那其實 簡單來說就是 如果 如果不離間 因為外資慢慢收勞 那可能那個市場 會有些沽壓 那其實 反而可能是一個更加好的買入點 都不出奇 那這個是我看法的 好 Raymond 他就說3147 買了三幾次了 就是很了解這個 product 十二個一 十五個四 九個八都買了 怎樣拼止賺 和指示位呢 我覺得3147呢 其實你不要以為它波動性那麼高 其實它是一個中線 甚至長線的產品來的 因為呢 如果看回那個圖 這個圖 這個圖 這個全年的圖 基本上每一次大回調 都是一個挺好的入市位 因為這個 這個深圳創業版本身的概念 其實從頭到尾都沒有改變 一個新興產業上市的地方 這個概念從來都沒有改變的 那我覺得是 一般來說 如果你那個組合裡面 看回你想要多少回報 那可能 你本身是說 你預期是 30%回報 那如果到了的 這個是假設你是定給自己的 是這個回報的 那你到了你就放 那但是 本身 因為ETM呢 不是公司來的 ETM是一個指數產品 其實它代表的是整個板塊 的概念 那這個板塊 只要持續有增長呢 其實這個指數呢 是可以繼續發展得非常非常之好 當時為什麼它在6月的高位會跌下來呢 不是因為那些人覺得創業版太貴了 大家看看 創業版雖然那時候都是 你用個市盈率看當然是貴了 但是那個概念上大家依然是 那時候我們經常說 為什麼創業版有金鐘罩 為什麼 維持著都不跌 直到為什麼跌了 因為整個A股跌了 不是創業版的問題 是整個A股場外配置融資 槓桿的問題 所以這個概念到現在 今時都沒有變 所以如果你問我 我自己本身是一個很中長線 都可以投資的產品 回調的時候 只會是更加好的賣入點 知道嗎 好啊 剛剛Evan你的介紹 也有提到新生版 可能因為你介紹完之後 立刻就有現場的朋友 都想你了解 在哪些途徑 可以買到北京新生版的資料 新生版難一點 內地有新生版基金 內地你買那些沒有上市的基金 有些是直接投資到新生版的 但是那些基金 都不是間間都 即那些基金就很極端 要不就升幾倍 要不就跌到要收檔 真的有的 那大家是不是想去玩波幅 玩到這樣的程度呢 那有未必 還有暫時香港 是沒有新生版的一個選擇 好 請問深港通之前 應該有些什麼股品 可以介紹給我們 吳小姐想問 我也不想很慘地說多一次 譬如我今天帶上來的 其實已經是 深港通的一個概念的股票 為什麼呢 第一就是 現在境外呢 除了3147 其實你可以買到 深圳創業版的那個 那個 那個途徑呢 基本上是沒有的 那所以 來近深港通呢 我們會相信 我們非常相信 是會有創業版可以納入去 接近等於 整個深圳創業版指數的 100家公司 都會納入去深港通 這個是我們的預期 到時候呢 外資會開始研究 深圳創業版 那也都會重新 對那個股值上 會再有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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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調整 如果大家看回 湖港通 在 2014年 11月14日 一推出 對於整個 A股市場的支持 那我們也都希望 到時候會有一個 同樣的刺激作用 在一個 深圳創業版本身 所以 3147本身 已經是一個 深港通的概念 的一個股票 另外就是 這些 互聯互通 機制 越來越多 這樣的機制 推出的時候 對於 AH的架差 收窄呢 亦都會有幫助的 所以 3129呢 都會有幫助 未必說 很顯著 因為 其實 最重要 為何A股都未跌得下來 是因為 你可以做空A股 那個途徑 是非常少 但是 這個要時間 所以呢 如果 如果真的要比較 那麼 3147會再直接受惠 但是 3129就是一個 衝長線的選擇 嗯 好啊 有位現場客戶 他就想問一下 南方東鷹 即不僅是多少 220 我就問南方東鷹 會不會推出專門的版塊 例如 波技 醫療 其實我們一直都積極研究 那 那 A股市場呢 其實 現在來說 我都不可以說是一個 很成熟的市場 因為其實那個版塊上面 那個選擇 都 未是很完善 那當然 我們預期非常之完善 尤其是註冊後 那麼 我們可能會在註冊後 當那個公司的那個數目 成長到一定的程度 我們會考慮再推出一些版塊的產品 我想版塊上面應該都會是新興產業 會來網那些公司 但是現在現階段來說 3147本身已經是一個 一個會來網的版塊 因為超過50%都是會來網家的概念 好 唐先生想問 深圳創業版指數已經由低位回升七成 現在買3147是否高位置火棒呢 那深圳創業版指數的市盈率 是否太高 會不會爆破 可能都是很多人的抗商來的 嗯 這個呢 我就 我就 我剛才其實都提過少少 就是說 它是貴的 其實A股全部股民都知道它貴的 但是 都繼續買的 還有 其實它不是集中買 它的指數上面 現在和以前有些分別 因為 以前我 我每天 其實我自己公司怎麼看呢 我就是把 那些財產指數的100間 現在的現象呢 是健康過以前很多 你會看到就是 為什麼以前會一齊升一齊跌 因為 以前是資金市 以前純粹是一個槓桿推動的作用 但是現在呢 會是一個概念 所以今天是這些行業會先跑 所以我覺得 整體來說 你現在的氣氛會好很多 比以前一個盲目入市的一個氣氛 還有另外一件事就是 你說現在貴不貴 我覺得 我覺得 你從一個新興的公司的角度看 其實 不要用市盈率去看 你應該用那個概念 你要看那個氣氛 更加重要 那個 固執 譬如亞馬遜 美國 亞馬遜 亞馬遜 現在市盈率多少倍 九百多倍 但是亞馬遜 是 NASDAQ 指數裡面 年初至今 頭三大 升幅的一個股票 為什麼 美國那邊 好像理性一點 大家投資 但是他們都會去 投資亞馬遜 因為他們買的 其實不是你 今天那個股值 他們買的 是你接下來 你的公司的發展 去到哪裏 那 在中國來說 一個現在 這麼著重 推動內需 這麼著重 推動新工業的 一個大環境下 我覺得 現在不是看 市盈率的時候 來的 現在都是看概念的時候 所以 3147 暫時都會是 一個非常好的投資概念 有位現場校 就看淡港股 來的表現 長遠來說 香港的港股表現 應該不會那麼好 有 有沒有一些 反過來做 例如是 沽售香港股市的意見 沽售香港股市 是啊 我們就沒有 那大家很簡單 大家買鋪鱗就行 是啊 這個很簡單 其實我 其實我以前也有做過一段時間 渡輪 其實我自己也有少少認識 那我想你 你 其實你買 你估值 恆子 鋪鱗 紅症 那就可以了 你不要選太近 你選太遠 因為坐著 不要太高 兩至三倍 那就可以了 好了 時間差不多 因為剛才我答應了大家 Alvin 可能今天會有一些獎品給大家 Alvin 上個星期有seminar 不如 麗士風 大家有沒有興趣 沒有 有興趣 那我們都 要問問 麗士風 我們好嗎 麗士風 問到 答錯問題 給我麗士風大家 好 你試 Alvin 你有多少個問題 現在 我 不要那麼悶 大家互動一下 你想要多少個問題 我可以 那大家說想要多少個問題 五個好嗎 好 好 五個 左中右這樣去 那 左邊先 Alvin問問題 然後鬥快 好嗎 數三聲 好 左邊先 那Tracy幫我看看 好 請講出現在中國的三個 其中三個 股票的板塊的名稱 好 一二三 左邊 沒有人有興趣 大家不懂得答我 好 好 各位先生 其中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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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新人中二版 好 正的 其實很簡單的 上海主版 其實深圳創業版也是一個版塊 當然 如果大家只記得新的創業版 我當然是非常開心 只記得3147 請繼續問 還有四件 請講出深圳創業版其中兩間公司 我們一二三先 一二三 好 這位先生 鴻鰭 鴻鰭 是 深圳創業版 是 鴻鰭 還有去看幾個畫事公司 沒錯 確的 這位先生 對3147和222都有疑問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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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南方東英裏面 這個很緊張 我們南方東英三隻產品的嘗試編號 好 這邊還未答好 我數一二三 一二三 一二三 好 白色衣服的先生很快 三隻 三一四九都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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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一四九是我們MSCI China International Air 都是對的 好 還有兩條 我沒有帶上來 好 問多兩條 好 都是右邊 因為那邊人都多的 好 好 好 這樣 這個有點難 所以想一想 因為我想 大部份我都是照樣說的 二八二二投資的指數是甚麼 大家知道嗎 好 一二三 這位小姐 黑色衣服 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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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指數呢 有多少間成品公司 五十間 三十間 五十間 是的 是五十間的 南方A五十間 當然是五十間 好 最後一條 接著就會是郭Sir演講的 好了 這個都很簡單 我都… 那好 這次就大家參與了 深圳賽業版的指數其實是多少間公司 好 一二三 原來都是六十間 三百 四百四十 這個是個板塊 是 那個指數有多少 是當中有多少間公司 六間 六… 這麼難的 原來都幾難 那些報賽 對了 給貓的報賽 好了 到底是五十 六十 還是一百 五十 六十 六十 夠了 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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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開那一板 哈哈 其實… 其實先生答到有四百多間上市公司 我覺得已經很好 是的 很厲害 其實呢 深圳賽業版指數呢 就是當中的一百間公司來的 頭一百間公司來的 是的 那我們不會整個板塊都買 我們就選當中頭一百間公司 好 多謝大家了 那多謝Alvin給他一點掌聲 謝謝 多謝 好 接著時間就是交給郭Sir 好 來個明星 好 來個大長 我會傷等 這間公司會 moist ��子 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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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部長 趁當 огр�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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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蘇格斯接了四百幾點 那你期待 你們希望我今天講的事好 還是講的事不好呢 照實情講 沒錯,是照實情講 好就是好 不好就是不好 但事來到現在這分鐘 真是,我都不知道好還是不好 我不是講笑 我真是不知道 為甚麼呢,因為今個月我不用講迫迫 一定是先高或低的 不會有突發性的事情 但問題就是 昨天的股市跌一跌 很輕地跌穿 十天和五十天線 整個技術形態 已經是主要 不過你說,市是否一定是大跌 我看得未必 我真的看得未必 因為昨天是期之結算 有少少是投機性的最極 和剛好上升跌一二八點 不要先講廣告 先講上至先 你們認為會不會是新的跌落的開始呢 我想聽你們怎麼看 我想聽你們怎麼看 A股會不會是 有些人就說,夠市完 市又會再跌 你們認為會不會 我跟你說,是一定不會的 我給幾個數據 大家參考一下 其實呢 由去年的開埔 喂,這筆不行啊 由去年開埔二千二百七十點 這是十月二十七 第一個浪呢 它升到上去 三千四百零七點 一月二十三 已經是亮了一個形態 因為呢 零九年八月四號的高位 是三千四百七十八點 差一點而已 之後有少少回徒 落到三千零四十七點 這個是二月九日 回頭再升到上去 四千五百七十二點 四月二十八 已經是落實了的市 是一個突破了 因為已經升穿了零九年八月四號的高位 之後有少少少調整 下降到四千零九十九點 這個是五月八日 中央證監呢 就宣佈呢 一個人可以 開二十個戶口 那麼 講到明是要砌的啦 這個不用講啦 加上 這一刻呢 場外的配置 已經是開始升溫的了 它沒有冷卻到啊 那會議之後 人家問 我們的總理 股市怎樣 它動了一隻手指 一晚怎樣啊 不是 一直升 那為什麼一直升呢 因為要明白呢 當時是補七的 那麼 我們靠出口 靠內需 和靠固定投資這三個辦法 去拉動整個經濟 出口哪裡可以的 人民幣高企 我們的生產成本越來越貴 勞動成本越貴 土地成本更加不細 有很多我認識的廠呢 已經遷到其他地方去做 因為沒有法治再生存 加上呢 人工和勞保等等呢 其實很低檔次的加工廠呢 已經沒有辦法生存的了 那麼中檔次那些呢 其實來講呢 就有個情況 就做死伙計 狠死隔離 就窮死老闆 那麼高檔次那些呢 都仍然可以維持得到 但是呢 不會有口理的了 好了 那你出口既然對經濟有貢獻 但是不足以呢 是製造那個龐大的增長呢 那剩下就是內需和固定投資 固定投資就是房建和基建這些 這些政策已經在投放了 那麼如果一個大型的基建投放 不是今天訂出來三個月就見工了 是長期的嘛 那麼你對經濟增長呢 是有效益 但是呢 不是太明顯的 你反而內需呢 衣食住行家庭醫療等呢 即刻就到位的 比如這樣 你拿錢出來買房子 拿錢出來買車 那個小孩就馬上來了 你那個人買一部車 一年了 二千多萬部台新車是落地的 那一買就馬上入帳了 馬上入帳了 即是換句話來講呢 始終是內需最快 所以你要求消費要求有內需呢 你一定要有個財富效應 財富效應來自哪裡呢 股市了 其實這個想法就是對的 美國何嘗不是 美國是靠消費要拉動經濟的嘛 你看獨停私指數 一萬七千幾點的 咬著高台不肯下 不過兩地國情不同 美國百成以上的買款來自基金 個個很少自己去買股票 多數都是買基金 中國基金都是投資的 內地人就不同 個個要做股神 百成以上是自己參與的 基金是佔兩成的 群眾的力量是大得很厲害的 一個人可以收個戶口 結果最後怎樣呢 市場上升到五千一百七十八點 現在知道害怕了 為什麼呢 場外的配置已經失控了 由於經濟的部分比較慢 你的股市走得太快 引來外圍一些追擊了 包括好像新加坡那邊的場外的棋子 是以十萬張十萬張這樣沽的 大家都覺得市況太高了 要調整了 中央政府也開始真的調控了 對一些違規的配置行動 施以那個規範 所謂取共光化 但是呢 A股一向都是這樣 你放就散了 你爭就死 你要死就死給你看 現在就落到呢 三千三百七十三點 七月九日 不是叮叮叉 什麼都丟了 今年第一個浪頂 是一月二十三 三千四百零七點 它高下一跌 跌到七月九日 三千三百七十三點 簡單點說 年初買的那些 全部輸錢 你有本事三千四千五 四千買的 你五千會走的 就是你厲害 你回頭 你根本上就走不了 全部鎖住了 那是要調整 但是太急了 怕怕的 叫券商 大家趕點錢 頂住市資 不頂就閉加火了 好頂一頂有效的 第一輪第幾個有效 上回四千一百八十四點 這個是七月二十四 但是你有你頂 當時經濟是不行的 人心是散的 結果第二輪的 沽盤又再來 大家不要忘記 起步點是兩千零點 你到四千點 還是一個開的 還是一個開的 四千樓上買當然慘 但是兩千三千買的 有錢賺的 就照扔你 結果這些東西 再下去 二千八百五十點 扔到八月二十六 好 跌得太深 又再扔八點 為大家夾錢來 再頂扔 那這下頂呢 已經是多了 去到三千六百七十八點 今個月是十七樓 好了 和他計算數 由於指數已經升破了這個技術上的低位 即是一浪低一浪的形態已經高了段落 等於一個市要上升 這個升勢一定要升破上一次的高位 這樣才叫一個突破 這些叫做逐沉頂的格局 這個叫逐沉底的格局 但是當它升破了三千三百七十三點 就不是逐沉底的了 是過了段落的了 那技術上來說 大家要計算一下 這一輪買的貨 在這裡買的 來到這裡 就輸到眼淚水都光了 你哭到不會閉嘴 但是這一下買下來 來到這一下 這一下這樣推上去這一下 就各個賺大錢的 換句話來說 在三千六百七十三點 這一下 這個高位是差不多中位數 即是說 未必是全部打和 但輸不會多 輸不會多 這裡和和可可 這段是賺大錢 即是券商兩輪夾錢買的東西 計劃的數是賺錢的 所以券商股近期公平制就是這個原因 好了 好了 之後呢 有少少的調整 因為有些槓框的效應又再出來了 但是整體 我不看別的東西 我只是看這裡 它不補7 它補6.5 你既然要補6.5的話 你一定是要靠內需 你始終是靠內需 這個固定了 大家要知道 這個固定了 你經濟6.5%來自哪裏呢 民間財富是過百萬億的 所以為何它政策投放呢 譬如好像內房取消限購 已經取消限購了 自己品牌的車 那就是鼓勵各行去消費 買回自己品牌的汽車 所以你看旁邊的股價為何升這麼厲害 長城汽車為何升這麼厲害 是有這個原因 問題就是 汽車除了房住是最大的經濟工業之外 第二個最大的板塊就是汽車工業 這兩個工業如果行得順的話 是可以拉動下游很多很多很多的行業 所以未來的經濟增長 我覺得不會是靠出口 基建就包括房建和基礎建設 2008年之後高鐵慢慢地去 現在的高鐵不是四環四中 是八環八中 但是高鐵又沒有開始到有 高鐵的需求大得很厲害 水泥、鋼材、約翁都來 但現在全部有了 你再走上去的話 只不過是錦上添花而已 是有需要 不會好像由零那樣開始這麼厲害 所以解釋到為何鋼材股、水泥股不受惠 好了 防住又怎樣呢 其實大家要搞清楚一件事 到現在為止 所謂房價、眼淨的房價 是北京、上海、廣州、深圳 是這四個最主要的 其他二線那些都行 都行都沒問題 因為人均收入都是多的 還有城鎮居住人都還是多的 但是你去到三、四線 情況就差些了 因為人均收入是比較少 還有一件事就是量是多的 量為何會多呢 因為很多發展商去一線城市 根本上拿不到地 我不管你沒有關係 還是沒有錢 總之你就拿不太容易拿到地 唯有去二線 二線早十年、十五年都行 現在不行了 都沒有了 已經被人圈了 好了 唯有去到三、四線 有些沒有錢 甚至回到四、五線城市 那就糟了 你一棟棟棄好在這裏 賣給誰 我試過去一個叫麗 是不是麗江 我去不知是否噴明還是哪裏 再轉內陸機去麗江 看一間上市公司 經過一個很大的樓盤 那些別墅現在一棟棟棄得很厲害 那時候海拔幾千尺 我不敢做運動 你知道我需要養 我做運動我高山症 有些不做運動反而沒事 好了 那司機跟我說 那些一棟棟的房子 知道誰是老闆嗎 然後王菲的老公 在這裏 很便宜的 三百萬一間 人民幣 起得很漂亮的 但是沒有人買的 第一 你要去那裏 你要搭兩座飛機才去到 第二 它是海拔幾千尺 第三 你又不是休閒 又不是商業城市 都不知做甚麼 你知道做甚麼 即是換句話 一個比喻就是 你信不信成少去到內蒙那些 你起回好像我們深圳 香港那些樓 人家不適合住的 人家最窮的人都兩千尺 你起一個四百尺 五百尺 真的 我廁所比你的房子大 沒得搞的 所以 地區的文化 居住的要求 習慣是完全不同的 當然不知 入息也跟不上 所以很多四五線城市 有很多樓建了之後 永遠都鬼吃 如果發展商在那裏 買了很多地 建了樓 而它沒有現金流傳的話 很慘 所以有些內房股 有些升得很厲害 有些未升 買那些未升 不升那些不是未升 還要跌的 大家要小心 好了 既然內需要啟動的話 真的要刺激消費 所以最終股市 這一輪只是一個正常的調整 包括一些券商的老總 有少少違規 其實少少違規 不是今天違規的 一路都違規的 不過問題就是 它輪口去處理的意思 它覺得這一下去處理 不會有大問題的 它就會做事的了 加上又重啟IPO IPO其實來講 過去怎樣做呢 直到現在都是的 你申請十萬股的 你先給十萬股的錢 你中多少 就給你多少股票 不中那些 那些錢就退回給你 對不對 一向都是這樣的 但它有個新制 它的新制就是 你申請十萬股的 你先認投 你中了多少 我就給你多少股票 然後你給多少錢 我不會扣你的錢 不過現在仍然在用舊制 所以從IPO也好 怎樣都鎖到現金 加上也有些情況 就是市好一點 有些違規貸款又要來 因為券商都想做生意 在一個枷鎖之下 大家不能動 總是有辦法去調動資金 無非都想做多些生意 上一次場外的配置 就因為在起步點 它沒有規範它 所以中落了和金出來 在高峰的時期 你放一百萬出來 它借一千萬給你 你買什麼股票都行 你想想 那一刻殺傷力 打得多厲害 市市一路升 很多大家都財富效應 但問題是 股票有時是投機的 你不可能是一個過度的膨脹 因為盈利根本上跟不上 結果當然要調整 這一次它是主導成的 包括有少少去灌光化 調查路種和新的IPO啟動 令到市已經沒有什麼力 再猜上去 因為大家都知道新IPO會鎖住錢 我都是先看看 你都不會買 賣不賣的就是兩看 不跌當然沒有人買 到你一去谷江 市一下來的時候 就追著股 所以這一次 應該是政策主導性的 正常的調整 由這一刻 升到這裡 是升了828點 828點很少 我們香港兩架搞定 但它不是的 它相當於29% 所以你說 有三分之一的反覆是很正常的 只要不跌穿3373點 問題不大 大家不要提談 這是很正常的 簡單來說 5178點的調整 去到2850點 跌了2328點 這個中期調整跌了2328點 如果反彈三分之一 第一個目標是3626點 到了 已經到了 如果反彈二分之一 應該是4014點 剛剛好是這個水平 換句話 下一個大市上升 第一個阻力位 就是3678點 第二個 就是4014點 一過了這個 直至41814點 當然不知道 如果過到這一刻 這個是新升浪 一定是很多場外配置 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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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事情 全部解決了 它才有條件 答過這一個 這個這麼重要 為什麼 因為整個跌浪 它是第一個反彈的高位 最重要是這一點 除了這個指數之外 這個是第二個高的指數 一過得到的話 嚴格來說 所有的不明掌數 在那一刻已經解決了 A股現在有少少不明 因為政策是要去規範 它不是要去跌 你不要亂來 你亂來 我總有辦法對付你 那些人是乖乖的 你乖乖的 那些事就不會升 就這麼簡單 不過就不可以大跌 你放心 內地的股市也好 樓市也好 以至經濟 全部看政策 香港就不是 香港看很多數據 看資金流動性 看你的市的走勢 看很多東西 裡面什麼都不用看 阿爺想怎樣就行了 阿爺現在擺盆想捏 那這就無謂搞了 乖乖地 它又不讓你死 那一刻它又會放的 就是說 A股已經進入了一個 反彈之後的征服的週期 這個週期我估計不會太久 那麼技術上 不應該跌穿3373點 就是說 A股一斷定了 走回上去的時間 其實一些不明流行數 就已經掃除了 不過 不是代表港股可以行話 我解釋這個原因給大家聽 那麼 美股上升到17000 A股上升到5000多 港股曾經到28000多 那麼這些是一個大升的浪 但是港股呢 由一個調整到現在為止 為什麼市場氣氛一路都這麼薄弱呢 大家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或者簡單的說 市場上升 不是升4000 是升2000多 但你買來買你都沒有錢賺 有沒有這個感覺 有吧 而且不是沒有錢賺那麼簡單 市場上升2000多 你沒有你粉華 那市跌兩百而已 你就越輸了 為什麼呢 我解釋給大家聽 因為過去很容易炒的板塊 在現在這一刻來說 基本因素全部都是不行的 我講不行的意思是可以炒 是不可以渣的 還有 無論你政策怎樣投放呢 你都是改變不了這個事實的 我先講石油先 油價先 油價現在是持續下限的 工是過於求的 沒有什麼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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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美國以前是原油的入口過 現在是原油出口 因為自己本身的熱癌汽油儲存 足夠地球幾百年左右 即是沒有油荒 問題就是開採熱癌汽油的成本 就比較高一點而已 至於沙地俄羅斯 委內瑞拉 伊朗 和美國恢復邦交伊朗 大家都爭著出油 大家都不願意 我生產少些 你多些 我和你鼓鼓死黨 為什麼要這樣做 大家都希望拿多些錢 俄羅斯更加不用說 經濟放慢 出口天然氣和石油 他不肯減少 委內瑞拉經濟不好 他更加拼命出 伊朗剛剛才恢復邦交 他要買很多東西 柴米油煙 公仔麵什麼都要買 錢哪裡來 賣油 至於沙地 一向都是很多油 他佔的份數也相當多 在今時今日的環境 他沒有必要讓你們幾個 大家都不肯減產 油價怎麼升 經濟放慢 有一個需求也減少了 供是過於求 變成這個是一個形態 直至有一天 這幾個大頭坐下 不如這樣 大家減少三分之一 大家都 油價到 那又不同說法 那你的供求便平衡了 油價便不會再下 因為現在 油價都持續向下行 我看有40元 是市價的問題 會穿的 所以 那些呢 157 883 還有386 全部沒有人走 有些就說 生產石油的 陸上堪灘石油的 就是157 海洋堪灘石油 還有天氣的 883 上油當然不行 那386 還下油 怎麼會不行 內地經濟放慢 下油很多的石油 副產品的需求都慢了 所以你有什麼法子好 油價便宜了 是有利於去的銷售 但是經濟的需求都放慢了 那你沒有辦法的 所以這幾個板塊 不要從一個投資角度去看 我們要看基本因素 一日 油價的 供求的平衡 沒拿到平衡點之前 它持續都反覆大圓 以現在這個價計 就不會像這樣 14元跌到7元這樣跌那麼多 但是你買來買去就沒有錢賺 好了 第二個板塊 我們看看煤炭股 煤炭股是1088 171 還有中煤能源 這三隻又怎樣呢 現在動力煤已經跌到三百多元一桶了 中央政府都希望多些用生能源 少些碳排放 好像北京那樣 天氣一轉龍一過過燒煤 整個空氣已經沒有了 這是一個問題來的 所以一路以來都希望 一路發展新能源 其實最後最後的階段 它是會大力去發展 是核能發電 核能發電就是零污染的 不過安全係數要求很高 但不要先說過它 基於一個實際的需求放慢 還有原材料價格也持續下跌 那你有這些回控有什麼用 因為一路一路走著下跌 好了 第三個反法 剛才 講的當然是347 323 1053 347還好 它是冷窄鋼 汽車的鋼架 一年燒二千多萬台車 它都還有出路 但其他兩隻完全不行 因為過去大型的機件啟動 全力投產 就這樣產 去到現在就產能過剩 明年都還是會 換句話來講 鋼材的價格不單止是 因為產能過剩而疲弱 其實這個是全球的問題 英國的鋼材生產商 一樣面對這樣的問題 包括印度也有事 所以在基本因素偏弱之下 你沒有辦法改變 因為這鋼材一直這樣生產 就算你擺多少大型的機件 它都還是生產過程的 除非你的需求是大過去的產量 它才有機會限 但是看現在 起碼這一年半載 很難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當然不知道 有些人說有天災就可以了 天災要重建計有很多鋼材 但這些我們從來不會想著 你有天災才消鋼 發死人財當然不要想 第二個就是黃金 環球沒有通脹 錢就越來越多 但美國通脹就是1.5% 即是說金價是沒有條件 亦都沒有藉口炒上 加上 美元持續強勢 只是這兩個因素 已經令到金價 一直向下沉這幾年的新低 所以299 1818 還有下游的寧寶王鑑 暫時不要想了 老實講 炒波幅是一件事 這幾個板塊都可以炒波幅 買完升三毛錢走都可以 問題是嗎 問題是你升三毛錢走不到 輸三毛錢走不走 不走就坐了 如果買一塊貨利坐 即是說中線投資 中線投資我就不選他了 因為基本面不行 大家一定要理性去看 好了 這幾個板塊 都是過去 大家都是很熱門去玩的 但還說漏了一個板塊 哪個板塊呢 水泥 一樣是產能過性 那水泥呢 一般來說 我都會講這三隻 因為始終是阿爺的 為什麼呢 不是我怕死 山水水泥不是阿爺的 會整間清盤 你便儘管來 因為水泥就不同 鋼材 鋼材放在這裏 三五七年都可以用的 水泥以現在的潮濕天理 兩個星期就變了 還有一件事很地域性的 譬如這樣 北京或者那裏 有一個很大型的基建 他不會在廣東買水泥的 因為運費很貴的 還有很不環保的 他一定用回北邊的水泥廠的水泥 南邊最大的呢 就是華原水泥 他都要發營警 那三三二三更加不好摸 一千七百億的債 你怎麼解決呢 幸好是阿爺的 不是阿爺的話呢 命運將會跟山水水泥一樣 那就是說有沒有基本因素 也都沒有財務因素去支持 那這些板塊呢 以往都是基金的外股 現在大家全部都盡量少參與 錯了就還錯了 新的資金我想不會投放 那你的蝕點有其分呢 哇 國企曉了 這股升了 這樣升來升去 升不到你 好 還有一個 內銀 有波幅沒有升幅 有反彈沒有大升 講來講去呢 我一定是講這三個 因為這三個都是行指成份股 那還有很多的 包括國有銀行和商業銀行 但是你看回上半年度 國有銀行的中期業績 增長呢 只有1% 是中信好一點的 大部分1% 外外賬的覆蓋率 是進一步增加 那唯一吸引我們的 就是市場率很低 就是市場率很吸引 那我經常講 他賺1元的時間呢 他可以派8毫子息給你 他賺8毫半的時間呢 他都派8毫子息給你 但是當他賺5毫子的時間 他會不會派8毫子息給你呢 我不敢講 不會啊 因為呢 這幾家銀行的老闆姓雜的 不是那麼容易猜 但是在商延商呢 我是有這個引誘 還有呢 銀行業呢 不是只是他們幾個 懷賬啊 覆蓋率多啊 你國際銀行都沒有那間好啊 匯控就要炒人啊 握握一條幣加火 握握一條公股 公元股還會跟你講 末期息沒得派 這個不止啊 印度有四百億那個債務呢 可能會違約 違約是什麼意思啊 收不回啊 四百億啊 港幣啊 還有呢 環球裁員成一萬千人 一間金融公司 最值錢的 知道是什麼嗎 人財 是人財 最值錢就是人財 科技公司最值錢都是人財 你炒了些人財 你以後做什麼呢 所以呢 我看得很報索啊 那麼 唯一要講的就是 他都轉來有個很高息的派發 今年會不會派高息 我不知道啊 因為有成六七離息啊 那麼如果能夠維持到高息的話 你放心啊 股價不會跌得太多 始終都是行之成分股嘛 但是呢 有波幅無勝負 有反彈很大聲 假設個市 有機會下回一趟二萬七 二萬八個 你發達 他一定升難的 因為呢 最終活動呢 一定拿他來做事 他始終有15.7%的成分比重 好了 再看看了 這幾個板塊全部全部全部都是 基本因素是弱的 那麼還有兩個板塊呢 也都暫時來說是不會改變的 包括什麼呢 博彩 大家很奇怪 為什麼今天還沒分析過的事 我講完這些出來呢 因為呢 如果不講的時間呢 我講完之後的事好呢 你明明就買這些就可以了 這些是可以炒的 我們不拿一些基本因素不好的部分 我們可以炒 包括世隔股 我都炒你都炒的 但是行就行 不行就走的了 你不走的 就自己付出代價 這幾隻 這幾隻 金沙 文魚 為什麼不行呢 因為第一 博彩稅收持續放慢的 以前高增長呢 是因為貴賓廳業務好 後期呢 保持得到呢 因為中場都還可以 現在貴賓廳沒有生業 中場 鹹蛋都剩下了 剩下的是大唐而已 那麼大唐呢 那個博彩人數呢 其實也都不是多得那麼緊要 那些就說呢 包括我在內 澳門的博彩股呢 它還有其他現金收入 例如好像是住宿啦 餐飲啦 零售啦 休閒啦 消費等等都是現金流 不過大家不要忘記喔 它不是三星級酒店 它是六星級酒店來的 那個維修保養很貴的 還有幾個禮拜之前 我去過澳門 走過一轉 我看過那些商場呢 知不知道發過什麼情況 是一個人都沒有的 店舖 我走過那些店舖呢 一看過去 阿郭Sir 一個個個個字而已 我立刻打個招呼 就走過去了 那個Sir 我已經走了三步了 他一捉我進去的時候呢 你不知怎麼說 我一定不買 老老實實 但是不好意思 因為以前招待 有咖啡 有三文治 不斷買一樣東西都無謂了 是不是 就是 是完全沒有生意的 所以 這個板廢呢 在一段短期 我不說以後了 暫時來說 大家都不要想那麼多 去博彩稅收 還是下行的 越多新場開 它的壓力就越大 就算你政策是投放 包括在內地 給多些人來 給多些人來 你給多些人上去貴登廳 才行的 但是 有能力去貴賓廳 那個人不會去貴賓廳 你知道嗎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 拍照嗎 拍照 拍照就無所謂 不就給你拍 有型的 有靚仔拍什麼給你拍 而是那些機器 都投放下去 你的鑽馬怎麼推法 看看你是哪一個 如果你公職人員 那些錢怎麼來的 你何來這麼多錢去賭 你走不掉 所以哪裏的賭場最好呢 一段自己 滯南 不… sorry 滯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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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板塊 暫時來說 沒有太大的氣候 會不會再次賭前的低位 但是我覺得 我看得到的東西 基金經理也看到 有些人就說 趁這個時間 趁低級納 我沒有意見 相對高位來 真的有很多 但是問題是 這個低潮 你要走多久 基金經理 他大把錢 他買了一千幾百萬股 就擺在那裏 因為基金經理 每天都有人營購他的基金 他每天都拿到錢 每天都要投資的 好像我們強積金 我們每個月都供錢給他 他每個月都有錢買過 但我和你們不是 誰給我 輸了就沒有了 所以我們投資的心態 是一定要略為保守 還有一個板塊 就是零售板塊 這個其實不需要我多講 好像周大福生意不好 倒退40% 派高息 莎莎 生意不好 增長少 派高息 特別研究和你 這樣就可以落股價 但是問題就是 一段時期之後 他要看回什麼 看回基本因素 包括他派折息之前 股價還是硬正 我有本事收你九個先息的莎莎 我現在當然不走 我走了沒有息收 幾下收收收 我不是去沽 到你除淨了之後 就不同說法了 還有還有一件事 你現在 這裡是平均數 租金過去是持續這樣升的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租 你可能在這裡租下來 但是基於合約精神 你還要繼續給租 生意那個分鐘 是應該這樣上伯的 所以支持你的租金 但是租金來到這裡 我當你打橫行 生意開始走下波了 但是租還是高幾 那你怎樣 銅店銷售的銷售額 一直在跌 租金貴是不是一個大問題呢 其實不是 總之營業額能夠不斷增加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現在營業額是走下波 兩個理由很簡單 第一 美元強 港元和美元有聯合匯率 一些高檔次的消費 已經直接去歐洲 歐洲人不會來香港賣東西 日本亦都如是 因為我們的港元很貴 第二件事就是內地的客 如果要買一些 漂亮的標 貴的手袋 就飛去歐洲去買 那裡真的病得很厲害 歐元已經落到1056了 你知道嗎 由13幾140跌下來已經 至於一些中澄買化妝粉 買奶粉 本來都有很多生意的 他踢人家的行李箱 踢人家罵人家 人家就不來 不來就無所謂的 那誰慘呢 就是自己慘 所以這些板塊 都是因為這本面因素 不是那麼好 未來的時期 起碼講中期 講三個月到半年了 我代表入手 不要想著說 我買來坐 那就比例 如果資金一百萬 你買五萬元這些股份 放在這裏 沒有問題的 因為只佔5% 但是反過來 給了二十萬個資金 你去買五萬元 十萬元 這幾個板塊的股份 你會跑雪大市 市跌就一起跌的了 但市升呢 沒有你的份 好了 看回港股的走勢 今年的低位呢 本來是這裏 1月6日 這一陣呢 升到上25800 不要壓得那麼高 啊? 什麼? 內房 我等一下會說 你不用這麼急 好嗎? 好人留在最后面才說 今年的市場 本來升了5,236點 但是呢 起股了 去槓江了 還有呢 開始收緊了 港股也是因為升太多 有個調整 這個調整呢 去到 22,836點 才止貨 A股是跌到7月9 我們跌到7月8 時間差不多 就是我們受A股營養 但無論怎樣都好 它是跌回5,753點 就是說呢 所有上半年買的貨 你不懂得走 全部輸錢的了 年頭最低是這個指數 它跌突了 好了 今天跌得多當然有個反彈 抽一抽上去 升回2,798點 上回25,634 7月21 跌一跌 完成了反彈呢 再插到下去 20,865點 去到8月25 見第二個低位 再跌多4,769點 好了 5,753 4,769點 加上過萬點了 誰扔下來的 你們 省股 沒有本事 有多少貨 還有三戶呢 只有不捨得估 180元港交所 不會買 89不會買 一聲上去200 傻的 我買 我就傻了 不會買 第二上去300元 就罵了 神經病 都沒見過 哪有這樣的股票 這樣升 千萬不要買 買真實死 所以去到311 你放心 三戶不會買的 很理性 不過回到280元 心癢 便宜了 都是買些了 買些了 一買一跌 我都說了 走不走 不走 為甚麼不走 先放下 一百百到一百八十元便害怕 即是 上下下賺不到錢 下下下 放到收身 不過 由於 港人經過這麼多浪 大家都知害怕 兩力而為 是不會做重花展 最多就是捱 帶出一個道理 就是 你是不捨得沽 不是散戶定牢 是對沖的基金 對沖和傳統基金 對沖基金沽 其實有它的道理 因為市場不是升級跌 都尋求絕對回報 一路可以砌上去 它三百元都跟你鬥數 不對版的 二百元都跟他鬥頂 他理一理 它純粹是看勢頭來做的 但傳統基金不同了 它一路拿貨一路拿貨 拿到某一點 一回來的時間 如果它不預留多些現金 萬一去到年底比較低的時間 那些人去熟悔 它哪有錢被人拿 所以迫著是要減持的 這個是很正常的 只是說這兩輪的跌市 已經令到整個大市 留下一個復線 什麼復線呢 增持和回報 好了 我們看看後期發生什麼事 市來到這裡 有一陣反彈 上去二萬二千四百二十四點 這個很少的反彈 因為升了四天 嚴格來說是不算反彈 之後再跌到九月八日 二萬零五百二十四點 九月八 在這一刻其實市已經是路過端危了 因為去到九月九的二萬二千二百二十八點 市是升了一千幾點上來 但這個不重要 最重要就是這一天 成交金額一千一百五十七億 所以問問問問你們 市下跌了這麼多 你不走已經很厲害了 你會不會再掏錢再賣 不會的 在那一分鐘 哇 升回來又再跌過 所以大家得了看 你想想這一天成交一千一百五十七億 是誰拿錢出來買呢 剛才我講了 這個是回補 這個是增填 即是說這一刻基金已經收回了 因為它沽是沽是沽的 喂 賺了五六千點 你還等市下跌到五六千 就是下一輪先 這一輪當然先沽了水 所以說市在那一刻我講 到年底不會再有太低的指數 無論怎樣也好 因為佳能荷事件 市也再跌到二萬零三百六十八點 去到九月二十九 佳能荷那些人說是雷曼翻版 其實是錯的 雷曼拿著那些是垃圾債券 佳能荷拿著那些是礦產 佳能荷拿著那些是礦產 好像佳能荷在南非有個白金礦 就因為開採成本季 生產出來之後 賣出去連成本都收不回 它索性就不產 但它不是垃圾 它始終在這裡 好了 但發生什麼事呢 由這一刻開始的市 又一路反彈 去到二萬三千四百二十三點 十月二十六日 即是引證了這一刻 機構上投資者根本上是保金倉 這一刻呢 第二天的保倉 他們在這個水平沽 這裡是一個回補區域 這是一個平台 好了 還有一點大家留意一下 八月二十五和九月二十九相差 整個幾月 這麼多不利因素 兩者的相差呢 只有四百九十七點 比就以往踩了下去了 為什麼不踩呢 那天都買了一千多億貨 它買一千多億貨 是要賣的 那次撞下去都是賣的 它沒有原因要沽出去 因為美國加息全世界是知道的 但美國的通脹只是1.5% 直到現在這一分鐘 我都認為美國是沒有需要加息的 是不需要加 唯一解釋就是 聯儲局長說了很多次要加息 為了維持它的威信 就加你四分之一 是這麼多 明天中東大選 已經不能動了 所以為什麼 美股一路上到萬七點 那些基金不會說撤離 不會避險 根本上看通了它 可能真的不會加的 尤其是歐洲 現在有個恐襲出來了 歐洲又要再印銀子 日本又要印銀子 那些錢不斷噓噓噓的賭出來 那基金經理拿一些錢 買金嗎 買銅嗎 買銀嗎 還是買買其他東西 買什麼都沒有增長 因為沒有經管因素 最多都是股票 都是股票 那好了 這一陣子升得太快 所以有個技術上調整 那今天我會和另一個動用 大家看看這件事發生什麼事 約9月29日的23,368 升到23,423 這陣子升了3055點 3055點 升跌 暫時來說後市是怎樣 我不知道 不過先看一個位置 這個位置在哪裏呢 在這裏 中間的位置 21,895點 即是直到現在這分鐘 含生之組呢 在這個波幅裏面 上半月那裏 那裏 這裏下半月 上半月當然好過下半月 這裏不用多說 除非你沽了貨 你當然沒有下半月 是吧 好了 10月後的高位 然後出現一個調整 去到22,332點 11月2日 拿下來之後呢 過過兩天 深廣東要通了 嘩 消息一出來 又再上一次 23,342點 這裏成交1,120億 肯定呢 就是 省家都入了市的了 因為呢 大家拿著錢 沒有若癮了 不知什麽藉口入市 嘩 深廣東來了 不買就徹底了 馬上去追 一追完之後 下午跟你講 不是這回事 這裏就扔過了 但問題呢 這下跌到下去呢 只是21,958點 去到這個 11月16日 11月在這個先高後低下 先說明先 但問題呢 是 今個月的波幅 雖然先高後低 但是 它沒有跌穿21,895 直到現在 明天會 星期一會不會跌穿 我不知道 但是 市呢 反覆是偏遠的了 但是呢 不是差得很厲害 但有一件事呢 比較肉酸的是什麽呢 就是呢 抽上去再下來呢 這個是 跌穿了 100天線 20天 10天 甚至乎 50天線 全部跌穿了 全部跌穿了 這個形態呢 是屬於一個叫肉市低位的格局 現在我所說的低位呢 暫時來說呢 第一個呢 就21,958 就是今個月的低位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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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一會不會有更加低的指數呢 星期日是指 第二個就是這個 如果穿上這個 十月初的市 就比較反覆 不過 我覺得不需要太擔心 好 問題就是 在這100天線 23,000點 樓下 去到50天線 22,300點以上 只是7,800點而已 7,800點的指數 中間有10,20,50,100天線 簡單點說 那次升300點 就什麽都升破 跌300點什麽都跌破 其實拿移動線來看市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那市淡不是因爲跌穿移動線 是因爲呢 它迫近今個月的低位 大家聽不聽得懂 最緊要就是這個位 和上面這個位 好了 那市再下的 那一定是市底的 但今年的低位已經見了 碰到12月份 1,2,3,4,4個星期 這兩個星期沒事做的 基金經理放假的 話說的 不過一定不會巴黎 對 那至於 你說頭兩個星期 就有分析廚商的活動 傳統都有的 那市好的時間 就會分析得更加多 因爲跑輸大市 大家 那市如果二萬六 個個都做事 在基金的組合 跟大市比較 今年的市升了35% 我們基金升了33% 拿些什麽貨 拿那些 推上去 不要爭那麽遠 大家一定會這樣做 但當市跌下來 大家就不著緊 為什麽呢 因爲 基金是很有趣的 他賺10元 我賺11元 我比他厲害 他輸10元 我輸100元 我比他厲害 我不介意我輸100元 最重要是他輸10元 基金是這樣的 即是 跟大市跑 跟同學家跑 市跌那麽多 行家輸那麽多 自己輸少了 已經很聰明 贏就更加不用說 即是說 它可能有少少粉色活動 但是 因爲今年的弱勢股實在太多 和欠缺基本因素 所以就算粉色 都是技術上的走勢 不會太多 好的環境的時間 是放三下四下五下的 不好的環境 或者沒有基本因素 是一兩下 點到直指 不會太多 大家要留意 好了 市今年的高位 和低位 這件事 會明年才會發生的 是跌了8,221點 那如果市反彈三分之一 是多少呢 第一個位 23,1808點 在 23,000 在這一刻 10月16日 已經見了 已經到了 那如果市反彈二分之一 是24,478點 那就算計算了 現在市底那些我不管 我不管 我先看上面 第一個比較重要的阻力位 是這一個 23,423 因爲這是整個反彈市之後的高位 所以很關鍵 你過不了的話 就是這個低桌 有波幅沒有升幅 有反彈沒有大升 你過得到 是一個技術上的突破 成交今後半倍入 就下回分解 如果過得到這裡 下一個目標 就是我所說 就是 24,478點 反彈這個跌浪的一半 它能夠升上去 反彈整個跌浪的一半 就不是反彈市那麼簡單 因為去到那一刻 指數已經回到12,50,100和250 均市樓上了 大家要知道 再看就是這個 如果過得到這裡 整個市況就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由高內地跌下來 這裡再下 再上 破位 這個是新的升浪開始的 希望明年會發生 今年沒有機會 急料沒有機會 好了 如果你的市 真的這樣向上走的話 到底什麼股份拉動呢 那就另外一件事了 那就要再看看 一定要看行指成分的比賽 現在這一刻來說 沒有哪隻股票 是可以說 沒有基本因素支持 是不斷上升的 只有你基本因素好 我放大三倍來炒 這樣解釋 如果剛才那些資源股板塊 每個都好的話 騰訊不會升那麼多 因為大家焗牙一起買騰訊 你便要拿高些 給多些水分 如果那些陷害都好 那些人騰訊就不需要去到那麼高 因為我的錢 可以買其他板塊 但現在買其他板塊沒有增長 大家已經明白這個道理 成分最大的是匯控 佔10% 第二隻騰訊 佔9.65% 第三隻941 佔層子成分7.92% 第四隻1299 佔7.28% 這四隻藍頭已經佔了34.85% 市升一定是靠這四隻 那這四隻中中 哪隻會成為領航股呢 這隻 和這隻 這兩隻 匯控是慢的 匯控是慢的 不過有11倍PE 0.8倍的視障率 6厘的股息 平穩 頭髮白的那些 買得對的 因為 你不會介意去短期升和跌 那我至於941呢 也都無所謂 不過941只有三厘幾息 如果要收息的話 我寧願買匯控 但941呢 盛在現金流強 沒有負債 估值不高 98元買呢 當然是很辛苦啦 89元買呢 就很舒服啦 老實說 因為 單薪不是那麼多 所以我覺得可以買的 至於友方呢 就第三季 新業務增長呢 很兩例 第四季和出現呢 將會更加好 因為美國印銀子 印了銀子不印 歐洲再印銀子 但歐洲那邊 隨時平平平平平的 那些錢當然數過來的 日本又要印銀子 所以它的新業務增長呢 集中在亞太區呢 其實是這樣最受惠的了 至於騰訊就不用說了 市場比起48倍的市盈率 另外還有一些板塊 公行啦 建行啦 中行啦 佔行之成分呢 15.7% 剛才說了 不再複述了 2628 2318 佔近是5.6% 廣交所佔近2.99% 一號長和佔近3.84% 這群藍首佔近62.92% 這群藍首不升指數 根本上我會升 如果要上面四隻主要成分股間呢 選騰訊和1299 這隻就不要選了 中仁壽和平保兩隻呢 就選平保 選平保 不選中仁壽 如果有錢就兩隻賣光了 廣交所一定要選的 沒得談的了 獨市生意 是吧 新廣東最受惠就是他了 至於長和呢 你不介意擺的話 是可以買的 是可以買的 因為長和呢 他本身呢 還有一個資產重股 和黃黃合併 都沒有重股過嘛 還有呢 分拆零售啊 還有那個叫做 電訊業務的衝勁啊 但不會是明年之內做的 不會的了 因為呢 現在很頭痛啊 廣東和這件事呢 煩死他了 本來呢 一股換1.04股 弄五雞給你彈 你各個反對 好 換多些 換106股 再給七個半你 減你都反對 反對 當然反對 為什麼反對 知不知道 反對有個理由的嘛 出價大雞 不是出價大雞 出價越高 越多人反對 解釋給你聽 希望越多 越多人反對 為什麼呢 解釋給你聽 廣東有670億現金 他只有大約60億而已 這670億現金 是電能實業的嘛 那你如果兩個合併之後呢 這塊錢呢 是分給這間和這間公司的新公司 即是連他都有份 對不對 為什麼要分給你啊 喂 那錢六百多億是我的啊 現在我和你合併之後呢 就連你也有得分啊 那關你什麼事啊 大家明白嗎 明白嗎 明白嗎 那些錢呢 是電能實業的小股東的 不是長見的小股東的 你是把錢分了先 然後提個方案 再合併 這樣就對了 一些事公道一點 那為什麼 我想到 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很簡單 這間公司合併之後 新公司呢 一號呢 是佔有48.6% 它們可以收到143億 是這麼簡單 如果 如果 我剛才說 我剛才說 分了錢 然後才合併 全世界白首長 不過長實收不到那百多億 它不會做的嘛 那你收到那百多億 你做不到的嘛 所以呢 它竟然在這裏 其實呢 有辦法的 不過 它又不認識我啊 我就會跟它說 先分五元給 廣燈的小股東 先給你五元 然後呢 再 一股呢 換1.066股 加 兩個半現金 啊 你這條戲就相信了 可以啊 想得過啊 收了五元還有兩個半收 那其實你一樣樣而已 只不過呢 它代少五元 你這條戲鋸嘛 現在不是這條戲鋸 還不鋸 好了 OK 講到這裡了 好啦 剛才看到呢 大家都不知道 這個電文和長安基建合併 為什麼越跪呢 越不會越反對 就是應該大家沒有看這個 《耀才財英台》 郭瑟在《耀才財英台》的時候 已經跟大家講解了一次的了 跟著這個時間 就已經是QA的時間了 剛才收集了一些問題的一節 就幫大家買一下郭Sir的意見了 有一位黃先生 他就想問我 850宗石油 掛勾票據剩回來的 價值大約是13元 現價只去回5.54元 應該怎麼處理 我見到很多人都有些石油股 一早就應該走了 十三個多元錢 就是因為你不捨得走 我講個小話給大家聽 有一次在一間分行裡 他問我的渣打 渣打我那時候 一百七十幾元我已經講過了 一股渣打換到兩股匯行 你馬上換匯行 到這裡要輸 但是你輸少很多 兩股匯行現在為了八二元 還有那時候換匯行 換七五元而已 一百八十 換到兩股匯行 還有三十元剩 三十元剩的 好了 不悶了 拿到現在 他說 怎麼出啊 怎麼出啊 我說 你是不是叫台客 是啊 你打電話 就是我的夥計幫你出 怎麼出啊 其實不是怎麼出 是捨得出 這樣就幫不了 老老實說 投資從來是理性的 今天當你自己拿著那隻貨 你不捨得走 你就要問自己 你有多少錢 你用多少錢來拿那隻貨 你一百萬 如果十萬元來拿那隻貨 十五萬來拿那隻貨 你不走 沒有相關 接你十五個就發 你一百萬的錢 你用八十萬的錢來買那隻貨 真的要支持 你起碼估一半啦 錢不會由那天跌下來給你的 它跌你就是要跌的 大家認清了這個事實 尤其是現在很多更披省些 你兩毛錢的股票 頭一泡坡出來就三元四元 看大戲好了 看小演化好了 你過去的話 會消失一隻手 你拿到在手裡 你不懂得走 整個人都會消失的 你有些股票五元 下個星期只剩兩毛幾 鬥都不要鬥 市場不是我們可以沾手的 我們盡量不要沾手 我懂得保護自己 沒有辦法的 百五七個就沒有辦法了 我不會建議你指示的 只是心靈上安慰你 有些人 有些人輸很多錢 輸得多過你 你不是輸最多那個 那算了 港交所 中移動、平保 三隻股份 應該選哪一隻 作為長線持有呢 中移動、平保、港交所 策略上 如果是略帶投機 是港交所 但我看好內地的A股 這三隻當中 我會選平保 我會選平保 中移動不是不好 中移動是公共股 都是很穩陣 但沒有進取成 我選平保 請問港股跌到哪個點呢 即行事才會有較大的支持呢 剛才不是說了 我不知道嘛 我怎知道的 我還一個圖 跟你說 總之呢 不跌穿這裏沒事 跌穿這裏呢 它會到下面走 但今年的低位已經跌了 如果你說去到哪裏 才有些支持不會跌的話 現在二萬零三百六十八點 但我講這句話出來 是被人罵的嘛 你們要體諒我才行 我真是不知道的 不過我覺得這陣子跌下來 是差不多的了 不會跌太多 不會跌太多 九四一九十三元買 現在需不需要 此次吃嗎 不止蝕 繼續爭 不止蝕 因為它的 range 是九十八到八十八之間 那你九十三元 是一個中軸位來的 如果你九十八元要止蝕 就應該穿九十五九十六下就止蝕 你到現在這分鐘不是止蝕 是看你的慈活能耐 一定不會止蝕 一定不止蝕 深港通對深圳國際中販控股 即715 152這兩隻股份 有沒有一些直接的影響呢 沒有什麼直接的影響 因為實際上來說 深港通如果真的開通的話 有一部分 深圳上市 香港又上市 但是香港很便宜的 就買一半來買 另外好像東北電四十二這樣 香港是兩塊零錢 內地六個多人民幣 有些資金下來炒 但是我們未必會去炒 因為四十二市盈率是八倍以上 1057市盈率都接近六十倍 即我們用我們的智慧是很難會接受的 但是投機的是這類股份 至於深圳國際 它是做一些物流的 驗田港、機場那些 平平穩穩 但是這東西 我可以講一點歷史給大家聽 1997年 它最高去過兩個多銀錢 深圳國際兩個多 現在這個股價是十合的股價 十合一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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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換句話來說 你除了十一 是過來銀錢 我可以講 1997年的價格 現在只剩下股票 是很難炒的股票 是相當難炒的股票 我想問一下 世貿房地產前景是怎樣 不如順便和我們講一下內房 內房我看好的 我看得最好是內房股 當中最好是六百八中國海外 和1109華永之地 這支扔去沒有價錢 這支扔過去也沒有 最好是這兩隻 大家不要爭取 因為兩隻都是央企 和賣樓相當好 最重要是現金樓強 至於月秀地產都很好 是廣東省企業 但為何現在不升 因為上面正在整頓風氣 你發展還發展 你的股價平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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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 很多時候會引來一些人 若非議文華 所以你看到很多部分都是牛皮不動 其實在這樣的氣候下 大家都不敢做事 你明白我的意思 還有兩個小的 一隻是五六三 五六三的阿爺是三六三 三六三的母公司是上海市政府 我相信它試好的時間 這支會很厲害 因為它的地全都在北京和上海 其他地方沒有 第三是九七八 九七八母公司是一四四 一四四的阿爺 阿爺就是阿媽就是國務院 大家不需要擔心 一四四招數國有很多地 全國有很多地 它不發展 全都給它發展 這支一定是明日之星 九七八 寫在這裡還問我哪一支 還有一支 跟大家談一談的 大家留意一下 一支九十五 以前叫做新澤 現在叫做陸景 新澤是蘇州的小型發展商 幾毛錢而已 不說了 因為現在已經轉了陸景 陸景是甚麼公司呢 陸景是在深圳發展房地產 只是深圳 走出深圳它都不要 深圳母地它怎樣發展呢 它又收購一些舊城區 收購舊城區 在福田那裏很多舊城區 收購完之後 然後和村長大家談談它 它用的手法就是 你有利就共享 就不是強行去收的 總之人家賺一元 給你賺夠過二 因為各個的腿順 順了之後 還要找其他舊 它好啊 它好啊 我賺一元它給我賺過二 所以它收購上的項目 多到你都不相信 有一個新達項目 在那裏 賣百萬元一平方米 哎呀 不是說什麼 八千元一呎 福田區 黃區 是新發展區 不是羅湖區 其實樓盤起得很靈 我已經看過了 而且老闆很老實 更重要的是 現在城鄉公司 市值只有三十多億 但是它的資產有超過二百億 是會住下去的 是會住下去的 所以現在這一價 大家不妨考慮 我申報我才會持有的 那麼 什麼 你不要問多少錢買 你問這些問題 根本上我都不回答你不到 一頭買完 那天跌兩千就罵我了 星人永遠電話都不多謝 那麼 沒有人打電話來讚我 好像萬科都入到股 是兩個二 公佈了 萬科是兩個二 昨天是兩個四 昨天跌四八點 它升了一個C 沒有跌到 多少錢 哎呀 我寫在這裏 寫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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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沒有看錯 是明日之星來的 明日之星來的 因為為什麼呢 問這個問題 你們要老實回答我 有沒有人認識九十五 有沒有人有九十五的股票 有的舉手 你憑身過 一個都沒有 一個都沒有 那真是好東西 不用說 如果我問你們 各個舉手 我明天升了第一個孤 老實 我不肯定了 我不肯定了 你各個都拿著 沒有運行的 我跟你們說 通常的股票升的是什麼呢 什麼股票升呢 大家都沒有的 甚至乎你不知道的 亦都不會認識的 亦都不會鬥的 三個字 又排升 因為守法緊 到你派到空街都是這樣的 這個世界不會那麼多人 派到善心的 好的 派完給你就下跌了 問完些好東西 問回些壞東西 石油股 回調了很多 什麼位可以吸納短線 八八八八五七 剛才我講了 現在這個格都可以吸納的 真的可以吸納 不過贏三文字 輸三文字都要走 是吧 沒有意思的 我為什麼不買一些 有基本因素支持的 就算不升得我都可以拿的 我要買一些 沒有基本因素支持 是博去升的 我不會做這個動作 如果你說現在這一分鐘 買得不可以 沒有說不行的 假設 我做個比喻 我做個比喻 俄羅斯買軍隊 炸了IS的油田 跟著 沙地就說 我減產了 委洛瑞拉 我都不出那麼多油 油價便平衡得到 甚至乎有些少少不夠工 油價便會升 但這個可能發生的機會 是等於零 只不過股價跌得多 在未來這兩個星期 基金多多少少 拿到這個板塊 是有些粉色的 所以你要撲反彈的 你就盡快趁這一兩日 月底之前的示範覆 你就快點上車 到去粉色儲章的時候 做回4%5% 你就走了 好 千萬不要升了4%5%之後 才去買 你一定輸 知道 好了 問一下國內電力股的板塊 怎樣看法呢 想問二三法令 中國電力可不可以買 買少許沒有相關 剛才我提到 現在的碳排波 這麼嚴重 傳統的電力股 我已經不推介 有沒有推介過大唐 有沒有推介過華能發電 我完全沒有 因為內地的電力來源 有七成來自燒煤 七成來自燒煤 但未來可能五年十年 這個情況會改變 它會多做一些新能源的板塊 其中會再進一步去做 一定是核能發電 因為核能發電是零污染的 是沒有污染的 反而傳統的發電那些 是慢慢慢慢逐步逐步放低的 甚至乎天然氣發電都不是最環保的 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說買些放在這裏 很相關 不過順帶一提 工業用電量走下坡 我看報紙講的 不是我講的 東莞有四千間 我倒閉了 即是說經濟好的時間 電的需求是不斷增加的 經濟不好電的需求是下放的 現在怕的是通縮 所以電力股有這兩個原因 電的需求減少 還有政策不希望繼續 單靠碳排放來發電 所以大家對電力股的看法 忠勝少少少 農刊一二八八 四元買何時才可以回家 曾小姐 有牌 有牌 現在有波幅無聲幅 四間國有銀行 我講來講是中工件 因為三隻行指成分股 農刊不是 但以派息 以各方面來說 其實是很吸引 不過我現在不敢給任何意見 因為股價跌得太多了 還有我要關注的範圍 半年的增長只有1% 壞賬的覆蓋率是提升了 這是不好的 到年底 末期色派化的時間 會否維持舊息呢 我都不敢說 不過你四元買到現在 好像三元那頭的 我不會建議你止蝕 為了繼續拿著 我都不知道 我不會買 如果要買的 我都是買中工件這三隻 最低限度是行指成分股 好 匯控和300元 甚麼價位可以買呢 現在都要價 你匯控60元 612元 這樣沒甚麼所謂的了 還有一件事大家要留意 通常一間公司裁員 市場會視為一個好消息來的 因為你的營運成本少了 但我自己覺得 這個所謂的好消息 是炒一陣燒煙花而已 因為最終金融公司 最值錢是人才 你關了部門炒的人才的話 以為你的生財的能力 就少了 從長遠來說 不是一件太好的事情 不過當然知道 最重要就是匯控 給倫敦總部 會不會搬回來香港 如果會的話 又再燒多次煙花 但如果不會的話 我想就是這樣 今年的聖誕節 會不會是 敲匯風呢 其實是有機會的 在高價我就不敢說 但現在60元邊皮 我不敢看太多 例如65左右 那三兩元其實是有機會的 所以你要賣的就是現價賣 賣回來 升一元跌百毫子 你不要介意 至於廣交所 什麼時候新廣東我都不知道 但你要等到新廣東落實的話 你買就二百四十元 那你聰明的就現在賣 但現在買就可能反覆 買完還要跌 你捱不捱得到 捱得到就賣 買不到的你就暫時不要動 好 最後一條 因為時間的關係 有一位現場的客戶 就是黃先生買了二百五百恆生H股 買入價大概是一百四十八元 現價已經去到一百元 應該是怎樣去處理 你早不止蝕的就辛苦 為何剛才一早已經開波 就要講得還有國企股呢 因為全部沒有基本因素 再講一下A股的股份高 香港的股份低 不是代表內地人要來香港炒 我們的股份 他不買就是不買的 沒有辦法的 所以來到一百元這一刻 我的意見就是暫時按摩不動 我不會建議你止蝕 因為無可止蝕 都是10%坐著 一超過10到15% 我已經給不到任何意見了 那一百四十元買 只能告訴你 早早跌穿一百三十一百二十五元 已經是要止蝕的了 你看著國企指數一路跌 整堆國企 整堆國企剛才我寫的 有哪一隻可以 你自己說 你先問了自己 有哪一隻可以 是沒有一隻可以 那你國企指數已升 是吧 好了 今天到終為止 好 恭喜大家 郭先生 謝謝大家